WOW COME ON Improve it over I said baby I know you're on the road Let's go 各式式式各樣應付不來 啊啊 提吧 怎麼辦 It's ok 自己的四肢打我 瘋了 沒有 很可怕 獎勵 對 OKOK 可以好天象大大的 很很難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昆凌的美好生活研習所 很多新手媽媽在培育孩子方面 總是會遇到各式各樣的難題和挑戰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真實帶娃的經驗和感受 不知道你們想了解哪一方面 我這裡收集到了很多新手媽媽 苦惱和問題 我可以結合一下自己的親身感受 和大家交流一下心得 寶寶 寶寶經常挑食不愛吃蔬菜怎麼辦 其實我個人的辦法呢 是把新菜隱形化 就把它切得很碎很小 然後加入他的飲料當中 飲料量做 不 食物當中 然後偶爾也會打成果汁給他們喝 然後用各式 他們看不到的方法讓他們吃到蔬菜 寶寶一到晚上就很精神 怎麼哄他快速睡覺 我覺得是要培養一個睡覺的環境 跟一種atmosphere 就是我會把燈關掉 就是念個窗邊故事 然後假裝自己睡覺 他會覺得好像挺無趣的 也不能出去 然後媽媽也睡了 他自然而然就會早點睡覺 然後父母就是要犧牲一下自己的時間 然後陪他假裝睡覺一下 寶寶睡覺喜歡剃被子 一晚上要起來好幾次給他蓋被子好累 我個人呢就是一種放養的媽媽 我會把房間溫度調到一個 我覺得不會不至於著涼 但也不至於太熱的溫度 那如果寶寶真的要剃被子的話 那就剃吧 剃吧 剃吧 It's ok 不用太大驚小怪 寶寶生病不願意吃藥怎麼辦 我的辦法呢是 讓他不要覺得東西 下一次就覺得很可怕 我們要覺得其實很ok 然後會在吃完藥之後 給一些 平常不會給的一些 小零食啊 小點心 設立一個就是 只要病好了 我們就會去做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他就會比較願意吃藥 寶寶不願意承認錯誤 應該怎麼做 我就有遇到過一次狀況 就是女兒在一個這麼大圓桌 然後大家吃飯 可能累了吧 就想要鬧脾氣 然後就開始突然間就打了我一下 大家也都在 媽媽也愛面子 然後他也愛面子 所以當中我就說你不可以打我 然後他可能面子就崩了 他就整個開始大哭大鬧 我當下就覺得好 那我們兩個就去廁所好好聊一下 這也是一種方式吧 就是第一就是大家要先退出那個 會讓你就是生氣的那個環境 先到一個小地方冷靜一下 好好跟他講為什麼他錯 然後一方面也只有你跟他 他也不會因為面子問題 不好意思啊 或是承認錯誤 所以我覺得把他脫離當下的環境 他可能比較勇於會承認錯誤 不放心讓爸爸帶孩子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媽媽都有這種痛病 我一開始也是很緊張 然後也是交代了很多說 他幾點要吃什麼呀 他幾點會睡午覺啊 什麼的 就跟爸爸講 但Totally different 爸爸會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小孩會再從爸爸教育方式 學到很多媽媽 擔心中擔心西 所沒有學到的勇敢啊 勇於面對啊 所以我覺得爸爸教育方式 在小孩子成長生活裡面 也是很有幫助的 家裡兩個孩子 大的總覺得我偏向小的怎麼辦 啊 我們家剛好相反 我比較偏向大的 因為總覺得跟大的 感情比較久啊 然後他也理解的比較多 然後他又是女生 所以我很怕太在乎小的話 姐姐心裡會受傷 因為他比較敏感嘛 所以我通常都是會先安撫好 姐姐的情緒之後 再去看弟弟 然後弟弟也是很隨和 所以弟弟也懂 但我也會跟弟弟有個 我們兩個自己的一些小私通 我們會一些餅乾 那時候你做得很好 謝謝你 就謝謝你理解這整個狀況 所以弟弟會覺得 他跟我是比較像朋友的關係 然後姐姐的話 就是會多照顧他的心情 然後男孩和女孩的 培養教育有哪些不同 我個人的話 就是把姐姐 就是很貼心的 很寵愛的方式養姐姐 然後弟弟的話 就是屬於比較獨立式的教育 像他大概一歲的時候 就培養他獨立 自己在自己的房間睡覺 但姐姐到現在呢 也還是跟我們睡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男生女生 我不一樣的方式 也是因為第一台跟第二台的關係 聽完了我的分享 不知道有沒有解開 各位新手媽媽的一些疑惑呢 除了一些育兒經驗的分享 我還想分享一下 就是陪伴我小孩成長的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讀物 一個就是玩具 我相信各位新手媽媽 也是離不開這兩個東西的 每站孩子出去 我都會帶一本雙語故事書 因為就是 是有需要嘴巴 那是以往當然 一定陪在我 做留意了 同樣子 我要自然 或者說 給我一件事的 其實就是 有空也 有空也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你也可以多了解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有时候工作的缘故和老公常常不在家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小机器人 他就是我当时我女儿啊 我就是念一些读物给他的时候 这个狗狗他的外形吸引了他的注意 因为我们家有一只狗狗叫马吉 所以他跟我家那只狗的外形很像 然后我就会录语音给他 然后马吉就会讲出说 Hi 喂 你现在在干嘛呀 然后他自己可以按这个键 然后reply我的message 就会说妈妈我现在在干嘛干嘛干嘛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及时的互动 爱玩我觉得是小孩的天性 一个好玩的玩具 能够提升孩子的语言能力 还有动作技能 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力 注意力 想象力跟思维能力 有人说过游戏是孩子最正常的行为 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在你想要去做一些你知道泡个奶啊 做副食品的时候 短暂的离开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非常好的帮手 当然你会担心你家地板会比较冷 家的地板会怕会太硬 所以他这边有个软垫 然后我觉得小孩上面啊 他不至于无聊 因为他只要提提延伸一下 会有一些声音 他会对音乐啊声音灵敏度 会越来越好 然后像这些娃娃啊 因为我觉得颜色鲜艳 还有一些声音 所以他们会想说去抓握 对他们的小手肌肉都是很好的 他们会愿意去伸展自己的四肢 会对他们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好啦 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 我希望每一个妈妈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道路上 能够快速升级 掌握一些更多技能 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可以健康快乐成长